這個算比較特別的 你看一下我的桌面吧 有沒有發現地球都在這裡了 所以隨時你可以怎麼樣看一下 那我是把它變成一個就是 一個那個布景主題 那你可以透過這個呢 我們在這邊你安裝完了之後呢 這裡有一個你可以自己決定 你的room in run out的程度 然後要不要多久更新一次 有沒有如果你想要看近一點的 有沒有 也可以啊你就可以隨時關心一下 那我們通常關心全球嘛 所以我就會看一下 比如說你要看天氣 對不對看到這種天氣你就知道 最近幾天不會太冷 要到禮拜五怎麼會再繼續冷 所以蠻好玩的 那它會隨著時間 所以你看到它也知道現在已經下午了 對不對有日光的 所以這個軟體呢我們有把它放在 這邊 這裡 叫做這個 desktop的 Earth 好如果你有興趣的你可以把它裝起來玩看看 好 那大致上可能我們今天 因為整個網路速度好比較慢 所以可能 比較不好意思各位你在使用上 也許會覺得比較卡卡的 那這些資料呢我們就 那可能有些網站 那可能有些網站就麻煩各位回去 如果你有興趣的 或者說你覺得我可能對這個方面 需要研究的 那你就回去再把我們這個 新資土檔案打開 可能你在做連結的時候會更方便一些 好不好 好謝謝大家謝謝 那最後的話 麻煩各位你到我們這個協作平台上 我們上面有一個問卷 在這邊 今天是12月8號的 再麻煩各位幫我們填寫一下 好不好 好如果你覺得哪些做的比較不好的 就在上面 反應一下 好謝謝大家謝謝